云林一名黄姓男子跟一对理性父子三个人共组假农药集团 利用疫情期间紧力吃重的时候 在轮备一间铁皮仓库内分装自制的假杀虫剂还有除草剂 贴上合法的标签再以高价卖出赚取暴利 估计不乏所得高达1800万 非法集团在工厂内尝试制作劣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 突然遭检警大动作突袭 果然当场人账巨货 先犯白孔莫变相 赖也赖不掉 查获的这些假农药成品和半成品重量高达六公顿 估计不法获利1800万元 检警货报在远离伦北由假农药集团利用疫情期间 在工厂分装自制假的杀虫剂和除草剂 贴上合法标签榆木混珠再以高价卖出赚取暴利 如违法制造加工分装或输入尾列农药 最重可止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科新台币五百万元以下罚金 假农药集团由黄西男子和李欣父子等三人组成被逮后 全都坦诚犯刑 被依农药管理法诈欺以及虚位标记等罪移送 检警后续也将持续追查上下游来源 借过正义云林 猜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